画面上是万木山的海岸线,无敌的山海美景一览无遗,赏心悦目。 在非假日的下午三点多,照样吸引许多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欣赏或见走。 而除了看海景之外,现在也能品尝到这个金山知名的甜点。 业者看好万木山的观光潜力与北关处合作,到这里进行旅客服务。 同时因应海边特色研发甜点和饮品,让游客能赏海景吃下午茶。 在这个美丽的滨海朗袋留下美好时光。 然后去做美杯咖啡,这样子的,就算是比较特色的商品。 然后因为喝咖啡要配什么?蛋糕。 所以说就是喝茶配蛋糕,喝咖啡也配蛋糕。 所以像我们金山第一名的乳酪蛋糕在老街,叫金山红。 我们特别跟他联名,然后开发了一款就是,我们的主地是芋头。 我们做一个芋头口味的乳酪蛋糕,然后跟他们做结合,然后这边也有。 那芋人的话不用讲,我们的招牌是什么,这个大哥的手工芋人。 就是如果说这种行动式的,就是说,我就觉得他的,他应该也是OK啦。 就是说不要去太影响到周遭,这样子。 所以这个点觉得说,刚好在这边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海,就比较舒服嘛,对不对。 对啊,对啊。 我们那时候觉得说,这边海岸线很漂亮。 对。 然后,就整个外木山,因为每次他算是我们去基隆的必经之路。 然后那时候都看到说,晚上这边都一群一群的,然后有上卡OK,又有咖啡店,好像不错哦。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,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点的在今三万年了,对对对。 他想说,这边好像也能够就近去服务我们在地的一些居民的思考。 然后后来好像就有那个标案也释出,那我们老板最后就提名,那不然去标标看。 对,那结果一标还真的,好像有这个机会,然后多方面评估之后就觉得好吧,那就来踹一踹看。 然后就踹了一年,那所以说其实就是一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 那现在就是准备,就是有去续约,就是有再去算续约吗? 但是也是要考核,所以就是有再去参加北方苏的考核。 然后就好像也算有顺利的通过,所以目前确定了,可以服务到明年的三月。 好天气的外幕山滨海狼带,蓝天碧海,超级无敌的山海景致,绝对是国际级的景观享受。 从画面上不难发现,人潮不断涌入,显示这个山海美景的魅力,深深吸引许多双北游客。 这绝对是基隆观光的核心竞争力。 而目前大部分的滨海步道都进行拓宽整修,让游客走起来更方便。 但是现场发现仍有部分路段,有持续改进的空间,避免游客行走时踩空跌倒。 期待在政府跟民间共同携手营造下,让基隆的魅力景点,观光服务品质能够持续加强。 记者黄志生,陈淑平,基隆报道。